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这里是Tierre Toys 叫我们的Favor 六周面演唱会 大家好 我是Tierre Toys 大家好 我是Tierre Toys 今天很热 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六周面演唱会 然后呢 今天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high的party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一起 一起享受今晚的演唱会 然后呢 接受我们的告白 今年的演唱会呢 也是特地办在深圳这个地方 所以什么呢 就是 因为深圳的观众特别热情 其实我们今天的舞台 大家可以看到也是第一次尝试四面台嘛 所以可能有些观众只能看到背面对不对 有些观众只能看到正面 其实我们就是 里面的 里面的更加热情 我们就往里面看了 没有没有开玩笑 其实 是一个特别的设计 那么今天晚上也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四面台 这样一个独特的设计 对 虽然说是成年啊 但是大家也 就是不要太有期待 我们也是很保守的那一人 那其实站在这里真的非常感慨 因为这边是六周年嘛 其实站在这里就能想到 我们两周年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拍 属于我们之间的剑柳队 那个时候呢 我们也非常的稚能 非常青涩 对 所以当时的心情也非常紧张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也很紧张 但是其实很开心啊 我们可以被这么多人一起喜欢 所以非常感动 谢谢大家 实际说的蛮多的 大家也能看到这些提词器 实际说我们其实 这些提词器都真的蛮尴尬的 就不如直接唱歌好了 既然是告白 那我们下一首歌 就诚实给大家的一种 友谊的情歌 对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叫做情非得已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今天也非常热情啊 我们能够感觉到大家的热情 确实很热啊 但是 也感谢大家依旧 那么的热情 对 那么刚才 我们这位师弟们 就是给大家带来了 他们的歌曲 还有他们的舞蹈 所以 也非常感谢大家 非常感谢大家 对我们的支持 要继续努力加油 今年呢 我们也出了两首新歌 大家都听过没有啊 好 就是我的朋友和第一次告白嘛 就代表了我们 内心最真实的心意 对 大家喜不喜欢啊 谢谢 谢谢 大家真的很配合 配合你这个非常尴尬的 配合 其实我们再等舞蹈好是吧 大家 也不啰嗦好吗 让我们先去讲完最后一段号了 那么这首歌 我相信大家也应该猜到了吧 都高了这么多白 大家还没猜到吗 好 那么下一首歌的盗牧 就由大家来说吧 下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 一 第一 欢迎欢迎欢迎 今天的 演唱会的重棒精心 终于可以登场 我们也是 非常非常开心 对 那么 五月一天如果来到我们演唱会 大家怎么表示一下 今天很榮幸也非常开心 然后今天来到Tiffboys六周年的演唱会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然后在这边呢我也要代表五月天呢 跟俊凯 千玺还有王源献上祝福的意思 六周年时刻 那今天呢 我们有两位爸爸今天没有到场 我们三位来 刚好我们三个人每个人都有带一个礼物 要送给你们六周年 哇 真的 哇 好惊喜哦 好期待 是的 然后为什么马莎你那么惊讶 我想说制造一点效果 因为他们三个看起来都很害羞的样子 这样子 Tiffboys真的是很棒的偶像 从他们在私底下的工作态度 五月天呢 五位 是大哥哥还是大叔啊 大哥哥 为大家来做见证 他们真的很棒 真的是最棒的偶像 掌声鼓励 我们在这边呢 要送上给他们六周年的礼物呢 是李宗盛大哥为我们订做的五月天手工的力唱 哇 哇 谢谢 这是限量的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就是都可以 对 一人送一支 然后上面有限量的编号 看到 好开心 谢谢 但我没有准备礼物 没关系 不用 因为现在生日的是你们 对对对 所以我们带来生日礼物 帮你们庆生 而且可以找我们来到这个演唱会的现场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 是 没错 谢谢 好啊 好像去年是不是去鸟巢看歌舞 对我去年去过 但是我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机会再去一次 对 今年 柳天哥哥在鸟巢 八月底也会开演唱会 对 所以大家也要多多支持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我们现在就把 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五月天的哥哥们 给我们带来一首 好 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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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加油 谢谢你们 好 又到了 跟大家talking的环节了 那刚刚那首歌呢 其实上次在 是在四周年开场的时候唱的 两个版本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不知道大家更喜欢四周年那个 比较嗨一点的 还是这个比较温柔的版本呢 喜欢的话 喜欢吗 喜欢吗 这边的朋友多喜欢我 我听你们讲 好 这边的朋友还是蛮喜欢的 那这边的朋友呢 我看这边的朋友比这边的更加喜欢一点 对 其实想说的话有非常多了 出道六周年的时间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跟陪伴 那么 对 每一次跟大家见面都觉得非常的期待 然后呢 非常兴奋 站在舞台上 你们也非常的开心 非常享受 不知道今晚的舞台大家享受到没有 好 欢乐的时间总共是这么短暂 没到了唱下一首歌的时间了 对 下一首歌呢 因为我们画了两首新歌嘛 一首叫什么 对 第一首叫第一次告白 还有另外一首没唱的叫什么 对 这是我的朋友 那么这首歌呢 也是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表演 也是 融入了我们 三个人的感情 也是想对你们表达的一些事情 想说的就是 各位 在座的还有 目前的所有人 都是我们的朋友 是的 超光这首歌呢 我们又 明年再见了 感谢所有的 消防部门 警察处处 所有幕后相关的工作人 今天辛苦了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大家记得一定要带好随身物品 然后呢 尽早离场好好回家 好不好 对 现在已经很晚了 大家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感谢今天每个人到来 我们 明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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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